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沿途饱览各种热门景点的风景 如果你想去旅行 伦巴利亚应该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吗 当然 我的话只是一些建议 你听听就好 重要的是选你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要不要 我们一起去旅行 我是想 你要拍摄旅行照的话 一个人可能不太方便 而且旅行时多一个同伴或许会更好 好 我晚上回去以后 再查一下旅行路线 等等检票口 可能人比较多 先把车票拿在手里比较好 列车快到站了 我们去月台等吧 我预定的座位那里有很大的玻璃窗 可以欣赏沿途风景 嗯 列车到达第一站前会经过一片花田 那里的风景应该会不错 没有 我也是第一次来 做旅行攻略的时候 顺便一起查的 我只是想准备得更充分一点 好让你觉得安心 那就好 对了 列车到达轮巴城区后 你想先去哪里逛 我原本预定了音乐剧的演出门票 想邀请你一起看 不过看《攻略》的时候 我发现中兴广场那里 有一场街头演出 人气也非常高 所以我想 还是让你来决定更好 那我们就按照原定计划 先去看音乐剧 我很期待 属于我们的旅行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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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点菜 你们怎么赚钱啊 真是够了 我看你们啊就是故意欺负外地游客 怎么了 怎么了 点了几道几道口碑叫好的推荐菜 希望能喝你的胃口 这道奶汁蜗鱼汤要趁着喝 嗯 这边的做法好像是直接把生的鱼肉放在奶油汤里炖住 我本来以为这种方法可能会留下鱼腥味 没想到味道竟然不错 我试试 怎么了 其实我认为你拍的照片本身并没有问题 这张夕阳下教堂的氛围还有这几张拍湖面时的光影都很好 不是安慰你拍的照片很美是事实 只是我猜你朋友想要的并不是这些光影和构图绝妙的照片 而是别的 别急 慢慢来吧 夜深明天会到达迪利广场站 据说那里是伦巴利亚的艺术中心风景秀丽绝伦 或许到了那里你就会有新的灵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